在云木混珠的娱乐圈每天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每天都更新热搜 在这个圈子里总是上演着难以推测的事情 今天的小编呢要和大家一起讨论了解 演艺界的你不知道的事情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宝强给儿子拍了一张镜照 全家人在最后一次看完王宝强的孩子 或者最后一次爸爸去哪儿的时候 参加了节目 当时孩子们被嘲笑长得像爸爸但不漂亮 可惜没有遗传到妈妈的好基因 但和往常一样孩子们长大了变得越来越魅力 王宝强和马荣离婚五年 那时儿子还小 不少人提出质疑 他说自己的儿子不像王宝强反而像宋哲 你们说什么 当时确实看不出来 没想到现在有点像王宝强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随着儿子的成长 王子豪的五官越来越像父亲了 王宝强儿子王子豪一直跟着父亲生活 和王宝强女友冯亲的关系相处融洽 之前媒体曾经拍到王子豪进账 他已经长高很多 出行都是父亲豪吃接送 有时候马荣会将王子豪接走几天 春节之前 马荣曾带儿子一起去滑雪 从王子豪近况来看 他并没有过多的受到父母离婚的影响 在王宝强马荣离婚官司期间 网络上曾经出现王子豪非王宝强亲生儿子的谣言 有传言称王子豪是宋哲的儿子 那时候的王子豪外貌与王宝强并没有很相似 再加上马荣出给我送折 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传言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不敢出来 就是我优先考虑的真的还是我的两个孩子 我只不愿意他们长大之后看到 他的父亲以这样的方式去羞辱他的母亲 然后他的母亲用同样类似的方式去攻击他的父亲 就是两个人就不停地在互相撕扯 我不愿意让孩子看到这些 甚至还有网友编造了王子豪的亲子鉴定书 来造谣王子豪和王宝强的关系 在前一段时间 有媒体派到王宝强开着豪车去接送儿子上学 虽然王宝强当时没有细心地像妈妈般地扶着儿子上下车 也没有帮儿子拿书包 但是眼神中却充满了对儿子的宠爱 也许王宝强是想锻炼儿子独立生活的能力 成为一个小小男子汉 不得不说王宝强还真的是一位秤职的好父亲哦 在自己主演的电影《唐人街探案3》快要上映时 还会抽出时间陪伴儿子呢 虽然他和马荣离婚了 没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但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了儿子快乐的童年 王宝强还透露在家里他给孩子看了很多遍事并突击 为的就是让孩子能够理解一下俊仁的生活 将通过自己的表演 让孩子理解努力奋斗的意义 不难看出王宝强对儿子充满了殷切的期望 希望孩子能像他一样吃苦难挠 之前呢晚上还有人造谣王子豪不是王宝强亲生儿子 这样事情无论是对王宝强马荣还是孩子 都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相比之下跟着妈妈一起生活的女儿王子珊则经常露脸 而且看样子小姑娘也被母亲照顾的很好 白白胖胖的很健康 不过相比王子豪 王子珊的颜值就没有那么突出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